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Denise欣怡 再来进入新闻线的正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关注东海岸就是 吉兰丹州还有登家楼州那边的水灾情况 截至下午4点的时候 看到两个州属的这个水灾情况 真的是有好转 先来看吉兰丹州 这个吉兰丹州的灾离人数呢 是比早上的时候稍微好了一点点 下降到13488人 那在登家楼的情况也是有好转的 这个灾民的人数已经是减少到了49个人 那疏散中心也是只是剩下两个了 那大马七上局今天也是有说 这两个州属呢 这几天都不会再下雨了 所以预计这个水灾的灾情呢 应该还会继续好转的 对于这两个州属的人民来说 真的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呀 新闻主线 政府砸下750万令吉 请会咬人的苏亚雷斯当大马的旅游大使 一涨再涨 KIA2的机场税呢 明年起会从50令吉上涨到73令吉 90年代的国行炒外汇皇家报告建议 要调查敦马还有安华 马大华文学会被冻结 学长吴建兰就说校方是独裁者 这个新闻应该是最初从昨天晚上的时候 应该就是爆出来了 那今天就有一个进一步的消息 因为呢 这个学会的主席就出来召开记者会了 马大华文学会经常被校方冻结 马大华文学会的支委会主席 黄艳科呢 他今天就召开记者会表示说 他们的华文学会从2017年 就是今年10月30号的时候 就收到学生事务处 就是校方那边的一个通知 就说冻结他们长达一个学期 这也是这个学会从1986年复办以来 最严重的一项危机了 那这项举动呢 同时也让马大华文学会的运作 直接陷入瘫痪 要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旗下 其实有很多很著名的一些分支的 包括说摇篮手 我国很多本地的一些歌手 都是从这个摇篮手这边出来的 那另外就是辩论队了 对而且我之前也是 我广播界啊或者是主播界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同事们 都是从这个辩论队出来的 那这一个学会呢 就被指他们犯的罪名 就包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 他们办活动 没有经过校方的批准呢 就直接办了 那第二就是迎新活动 新鸟入巢呢 就有被学生投诉说 他们企图分裂种族 还有就是学会的告示牌 没有列出这个国语 还有英文的翻译 那最近我们惊讶的就是 因为我们就去看嘛 这个告示牌没有所谓的 国语还有英语的翻译 到底是什么告示牌 内容写着什么呢 这告示牌里面 上面只是写着七个大字 就是摇篮手 新鸟入巢 外加一个就是箭头的符号 意思就其实是 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去参与 这一个新鸟入巢的活动 往左边走 就是这样子一个符号 结果就是因为没有翻译 就成为他们其中一个错误了 那今天988新闻线 就访问到了他们的主席 黄彦柯呢 我们来听他亲自说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导致一个这么大的学会 突然间被冻结 新鸟连线 校方有一个条例是讲说 poster 海报 banner 板金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双语啦 即便你放华语也好 你也要放多另外一个翻译 国语字必须要大国华语字 一直以来呢 我们也是有跟着这个规则去做 告示牌校方是有明文规定 讲说也需要到 那个告示牌去主要的内容 是告诉你那个活动的地点在哪里而已 我们也没有特别想说 我就是还需要翻译成国语的版本 不是第一次张贴那个告示牌 只有中文的文字而已 但是第一次发生 就是被校方指责 这是一个错误 你可以大概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个新鸟入朝的迎新活动啊 它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其实 基本上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 来去高手新生的一个活动而已嘛 摇篮手是一个音乐创作坊 呈现可能自己创作的音乐啊 纯粹的一个娱乐性的表演 我们只是呈现给学弟妹们 就是新生们 借此遭受更多的新生啊 但我也是不了解 为何校方会接到一个投诉奖 这个活动呢 是有尝试要分裂种族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我们不是一个 以种族为族的一个学会 我们是一个语文学会嘛 我们的种族目标就是 希望可以推广华文华语 我们的学会里面 也不单只是华语生 当然华语生为主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有其他有助同胞 让他们那些有兴趣的人去学习华语 那黄同学就有说到 在事情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呢 校方就决定要冻结整个华文学会 来作为一个警戒 也作为一个教训了 那收到冻结令之后呢 华文学会其实也多次 从交了这个上诉信 同时也两次会见了 马大学生事务处的副校长 但是最终呢 校方依然是保留原先的决定 就是要冻结这一个学会 一直到明年2月4号 就是整个学期 这个学会都不能够进行任何的运作 对那没错 就针对这个新鸟入朝迎新活动啊 就被学生投诉说企图分裂种族 这个黄艳科就说校方至今呢 也是没有召开任何的听证会 也没有去查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控 只是说凭了这个单方面的投诉 就做出判断了 那马大华文学会呢 也是在网上就发起了 解除马大华文学会冻结令的签名运动 就有肯请 各界就是上网去声援他们的 那其实我们有看到 关于校方发出的这个冻结信啊 根据这个冻结信里面的内容呢 校方是说他们收到投诉 然后就之后就劝告华文学会 但是呢 华文学会还是重犯这些错误 不过里面没有写明 为什么啊 就是这个到底是谁去投诉 投诉的错误是什么 到底他们进行的劝告是哪一些 就是没有清楚说明了 只是说到他们劝告之后 华文学会还是重犯 结果呢 就决定要冻结这个学会了 那另外这个马大新青年的学生组织呢 也是有声援这个马大华文学会的 他们就呼吁大家在这个紧急的时候 要一同来支持马大华文学会 就向马大的学生事务处施压 他们就有指出说 马大学生事务处冻结 华文学会的举动 其实是非常的不成熟 也违背了他们时常强调的 就是要以有效的沟通的管道 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原则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今天也是访问到了 吴建南律师 因为他呢 也是马大华文学会的前主席 请他以这个身份来评论这一次的续件 是觉得很遗憾很心痛 因为如果你看回马大华文学的历史 一路走来都是非常坎坷的 甚至也经过被关闭 然后也争取了十多年 才可以重新的这个复办 所以今天校方以这种非常片面 和技术性的理由去冻结 华文学会非常不合理 虽然几年前政府已经废除了 最具争议性的第十五条文 大专法令 以前是完全禁止大专生参与政治的 已经被废除了 但是其实现在的一种很取巧的情况是说 大专法令的另外一些条文 它是赋予校方有很大的自主权 去制定每一个大学的纪律条规 每一个校方就是通过这个特权 继续用那种非常高压的方式 限制每一个学会办活动 都要跟学生事务部讨钱 然后每一个活动都要申请一个准证 场地也要准证 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要管 都要有很多的捆绑式的指示 国立大学的校方 如果他们继续以这种伴幼儿园的思维去经营大学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大专生的民主权力 创意和自由的思维呢 将会继续的受到压抑和压迫 你在当主持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申约我们的华学顾问夏艾平老师 那个时候他针对这个白晓的事件 发表了离毛换太子的言论 然后就被校方采取举例行动 我们就去申约他 校方给予一些警告 学生事务部的副校长 他们就完全好像一个独台者 很多东西你根本不能够很透明的 用梭理的方式跟他们讨论的 他就是用一种高压的手段 我说左就是左 我说右就是右 没得商量 好那其实啊 冻结一个学会的话 有特定的程序吗 比如要先办挺证会啊 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了解这个学生事务部的运作 他们也没有跟你说 太多的这种条规啦 大传法令肯定没有这么细维的 说到这些学会的成立啊 冻结 那么他可能回到去 每一个学校本身的一些纪律条规 嗯那其实整个事件就看到说 校方对这个华文学会似乎有些不满 就发出冻结令 但是华文学会这里呢 就希望校方你可以更透明 更明确的跟我们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针对个别的 可能召开听证会也好啊 传召一个你们去调查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 双方之间可能要有一个更好的沟通 才会有个完美的结局了 就好好做下来 毕竟他们也是大学生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 好像吴建兰所说的 就是用一种高压 或者是幼儿园的方式 这样子去处理 那当然希望说双方都可以真的是坐下来 好好的圆满的去解决这件事情 今天现在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课题 比较算是国际了吗 比较国家大事 对 真的跟我国是非常有关的 跟我们的旅游收入有关 对要宣传我国这个国家 要当我们的宣传大使 因为我们看到了 就是我国邀请了巴萨的球星 苏雅雷斯担任我国的宣传大使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今天现在vote呢 要问的就是 除了会咬人的苏雅雷斯 你认为还有谁更适合 担任我国的宣传大使呢 你可以投选like就是逃税的梅西 love呢就是爱哭的西罗 还有就是哈哈 曾经传出婚外情的Beckham 对那就是这三个选项 你可以去到988的官方面子书那边投选 988.my 我们下一个月 我们下一个月 再见 再见